iPhone 12系列發布後是首批提供支持5G網絡的產品 儘管它5G是通過高通驍龍X55機帶以及天線強化 解決了5G缺失和信號差的兩大弊端 但現在iPhone 12系列仍舊難言完美 應用iPhone 12這顆5nm的i14芯片 配合7nm的驍龍X55機帶多少有些遺憾 或許未來同為5nm工藝的驍龍X60才是最佳的搭配 目前iPhone 12系列內部的拆機部件已經被曝光 其中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iPhone 12的主板 相較比以前變大了很多 而且受限於內部空間還變成L型 在其中一顆很大的芯片引起了網友們的關注 這就是高通驍龍X55機帶 通過這個事情其實就可以看到 高通驍龍X55機帶的尷尬 首先它真的很大 佔據了iPhone 12主板上很大一部分的空間 直接導致了iPhone 12的主板都拐彎了 變成L型狀 其nm工藝不僅在芯片體積上存在障礙 而且其功耗和發熱也比5nm略遜一籌 毫不誇張的說 因為未掛5G機帶讓iPhone原本就不太型的續航 更加雪上加霜了 還好iPhone 12今年也沒有上120Hz刷新率 否則高刷加5G真會讓iPhone 12系列送界融落 近期還有一份報告揭示了iPhone 12系列使用5G時 比4G網絡電池容量消耗速度加快 測試機型為iPhone 12和iPhone 12 Pro 他們在相同狀態和屏幕亮度下 連續瀏覽網頁每30秒打開一個新網站 直到電池耗盡 其通過測試得出使用5G時iPhone 12和iPhone 12 Pro的電池壽命 消耗速度比之前快了20%左右 繼續說到5G 今年蘋果拿出5G網絡在產品上就已經很晚了 續航也不太讓人樂觀 如今正是5nm工藝的進步才能磨平5G芯片功耗和體積的縮小 說到這裡 明年的iPhone 13系列 其實才是真正值得期待的產品 因為目前基本確定 蘋果iPhone 13系列將採用5nm工藝的驍龍X60機帶 之所以如此肯定 還要追溯到去年蘋果和高通的合結案 2019年4月蘋果和高通達成了一項協議 從而合結了兩家公司的矛盾 之後蘋果才被iPhone 12系列 後續產品使用了高通5G的調子解剖器 另外根據蘋果和高通的合結協議發現 蘋果計劃2021年6月1日至2022年5月31日期間 推出新產品中將採用高通骁龍X60調子解剖器芯片 蘋果還承諾在2022年6月1日至2024年的5月31日期間 推出新產品中將使用高通沙域公布的 X65和X70調子解剖器芯片 顯然基於5nm工藝技術的X60調子點搖氣芯片 與X55相比將有更好的性能 目前這顆基帶產品已經在2020年2月18日發布 高通強調的是 骁龍X60是一個系統級的完整解決方案 包括SDX60基帶、射頻收發器、射頻前端、 毫米波天線模組等等 儘管採用高通的全家桶可能會對蘋果iPhone的利用率 和最終價格產生一些影響 但相比過去一直被廣認為的信號差 連接賣甚至缺失5G而言 這些副作用就顯得不那麼重要了 畢竟採用5nm工藝的高通骁龍X60 可以做到更小、更強、更省電 不過這一切你還需要等到2021年發布iPhone13系列 才能看到希望 好了今天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